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宁 我现在在新疆切末 我在这边做和田玉 我也在这边做和田玉 滚 现在咱们去库房里面搬点料子 然后准备做点成品出来 小伙伴们 这满地的料子 这些都是和田玉的切末清白料 这些带糖没有 几分带都带 现在这个样子看的话 就是普普通通的石头 那点水 给小伙伴们看一下 这下子能看到更明显 这边还有更好一点的 这边料子就看上去比较细一点的 小伙伴们 你们在视频里面看不出来 因为你们没有专业做这个 好好接触这个原石 接触个一两年 基本上你看一下毛料 像我现在我看毛料的话 我就能够感觉到它的细度 还有它切开以后大概是什么颜色 你看这个颜色不错 那边那个 看这个 刚刚露了一点 就这边 这个颜色可以 就这一块 视频正中间 我是这样就大概看一下 具体得切出来才知道 小伙伴们 咱们现在在这个仓库里面 挑一点料子 然后拿回去 挑点料子 修一下 然后拿回去做点成品 软片哦 肉就出来了 这个应该能出床的样子 这个很不错的 给大家说一下 给粉丝们说一下 就为什么要拿这个锤锤去锤它吗 锤出来你看料子的肉质啊 你比如说这块料子 你现在还要准备锤吗 锤都经常有裂纹在锤它 嗯 就是 分着这个裂纹来锤是吧 对 比如说是把它敲碎 就不来就有裂子敲它了 嗯 不然 他不然再看看它就 这个准备锤吗 你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为什么要锤 然后按照什么样子的纹路去锤 我们就是看着随便锤 看着裂纹锤嘛 你不担心给它 给它锤坏吗 又是锤不坏的 嗯 这样肉是看得输输点 嗯 这样马上就可以 看着就好了 然后这里是挑出来的一堆料 然后小朋友给它装上车 给它这装在这个后面 这个漂亮 嗯 等刚才弄的地上看 看这个糖配上这个肉 哎 这个糖漂亮啊这个 这是白皮料 嗯 做出来发蓝 嗯 像起毛蓝一样 糖蓝 嗯 这到时候 全把的 全把的加工成 牌子 然后竹子 然后能打桌子打桌子 然后像这种起毛蓝 看 起毛蓝带着这个糖特别亮 像这个就是桌子料 桌子料够了 到时候打成桌子 有需要桌子的 然后还有牌子的 然后 可以试信 好 好 对 好 好 谢谢大家